民国义势 拉车车夫命运有多悲惨 很少活过40岁 一生渴望拥有黄包车 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1936年 老舍先生见到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对他说起一段有些悲惨的故事 北平城里的一个车夫 卖了十几年的苦力 流血流汗 终于攒够积蓄 买了一辆洋车 可是他还没有高兴几天 就横遭变故 不得不卖了车去抵债 而后 这车夫更是三起三落 每次生活有些笨头 便又会遭遇风波 如今 这个车夫依然在北平城拉车 依然受苦受穷 这个故事让老舍先生十分唏嘘 因为老舍也是出身于底层家庭 他亲眼见证过许多平民阶层的苦难 对于北平城里拉车人这一群体 他自然也再熟悉不过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最底层的乡村人家 从小便饱受压迫 没有文化 没有背景的他们 只能用拉车这种最劳累的体力工作 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 其中 他们还要遭受车行老板的打骂压诈 要承受雇主的剥削 同行的恶意 虽然工作非常辛苦 但很难有什么积蓄 更别说拥有一辆自己的车 这个素未谋面的车夫 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舍以这位车夫为原型 写下了著名的小说《骆驼翔子》 骆驼翔子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年间 但即便时隔多年 人们读起这样一篇故事 依然觉得触目惊心 翔子的命运是极度悲惨的 它并非从一开始就堕落 相反 故事的开头 骆驼翔子是一个十分积极向上的人 也怀揣着最质朴的梦想 那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洋车 然而 混乱的世道 让翔子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最后 翔子的结局 是和北平城内所有的车夫一样 走向堕落腐烂的结局 他们的人生从一开始 就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而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 骆驼翔子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事实上 翔子的命运 正是当年大多数拉车人的命运 拉车人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据学者的调查报告显示 绝大多数的拉车人根本活不到40岁 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声无息地死去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有很多人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会沦为毒鬼 窃贼 成为人们最看不起的 下流中的下流 然而拉车人的悲惨命运并不是自作自受 而是时代的大悲剧 在民国时期 车夫是一种底层人民最常见的职业 事实上 早在光绪年间 车夫这种工作便在大中城市流行开来 他们所拉的人力车是由日本传入的 因此很多人又把拉车人称之为跑东洋 他们拉的车在南北方有不同的称谓 人们最熟悉的一种称呼是黄包车 而在北平 人们更习惯把这种两轮的 用人力驱动的车称之为洋车 车夫在当时是一项很没有尊严的工作 很多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 因为调查结果显示 有半数成为人力车夫的人 其实是破产的农民 自民国以来 国家动荡 军阀混战 列强入侵 加上近代工业的发展 农村的萎缩 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这批农民便被迫成为流民 被驱赶着涌入大城市 然而 当时的大城市并没有这些无业农民的容身之地 他们不识字 没有种地之外的技能 甚至根本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方式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于是 他们只能干最原始的体力工作 比如到码头去做苦力 或是在饭馆里跑堂 要么就是进入各个工厂成为工人 以上这些工作也并不算什么好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是资本对工人剥削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很多农民在成为工人之前 还要先跟老板签卖生气 与其说是做工人 倒不如说是做了奴隶 哪怕被老板活活打死 也没有人会去为这些农民申冤 而更残酷的是 能够进入工厂做工人 有一个容身之地 已经算是不错的 而更差的选择就是成为车夫 车夫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而他们手里的车更不属于自己 随着人力车的兴起 大城市里也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资本产业 那就是车行 车行老板往往都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他们通过初期的财富购买大批的洋车 然后再以高昂的价格 把这些洋车租赁给那些贫穷的 还没有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壮劳力 这些劳力虽然没有和老板签订卖生气 可是手里的洋车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石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忍受 来自车行老板的各种压榨 即便是北平城里最能赚钱的车夫 也不得不把自己大部分收入都孝敬给老板 才能保证自己一直有活可做 但压迫只会越来越严重 几年过去 大城市内车夫的数量也已经逐渐饱和 僧多粥少 于是行业内的竞争更加激烈 底层人之间互相倾讶 而车行老板等资本家则坐收渔翁之力 根据数据统计 当时北平城内每四个车夫才能够得到一辆车 如此一来 恶意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车行老板借机坐地起价 最初 拉车人只需要付出租金 就能够得到拉车的机会 而后来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他们必须要先高价找到一个介绍人 由介绍人将他们推荐给老板 见到老板之后 仍不能直接提拉车的要求 而是要先交一笔保护保护费 老板点头认可了之后 这才有机会排队等着租一辆车 可这还不算最悲惨 有些老板害怕车夫赖账 于是要求他们在拿到车之前 先交上半年的租金 但这些刚到大城市的车夫囊中羞涩 于是只能签借条 借高利贷 如此一来 虽然没签下卖身器 但和卖身给老板也差不多 老板手中的借条利滚利越滚越大 很多车夫往往还不上债 于是只能更加卖命地拉车 然而 他们越是辛苦签的债反而越多 资本家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 操控着他们的人生 在这种情况下 车夫想要养活自己都困难 就更别说养活自己一家老小了 于是 许多车夫到了后期 实在无钱还债的时候 便只能卖而卖女 最后落得孤家寡人 当时的很多车夫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悲惨生活 是雇主压榨的结果 所以 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一辆 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上 他们认为 只要真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就能够获得自由 很多车夫把一辆黄包车 作为自己最后的希望 为此拼尽一切 甚至付出生命 可是 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谈何容易呢 首先 当时一辆洋车的价格 是极其昂贵的 很多车夫十年的收入 也未必买得起 而且这个市场 是完全由车行老板等人控制的 他们不出售的话 车夫即便拿着钱 等上一辈子 也永远得不到 拥有一辆洋车的机会 再者就算真的如同骆驼翔子的故事一样 攒够了钱 拥有了一辆自己的车 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意外 比如骆驼翔子中 曾经有翔子被抓了壮丁的情节 这在车夫群体中也并不罕见 因为抓壮丁 抓得最多的自然是那些又具有劳动能力 又无依无靠的人 而车夫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他们被抓之后 家人们根本无力救赎 他们自己在大城市也是无根之木 所以 一旦被抓了壮丁 逃出来的机会十分渺茫 即便是躲过了抓壮丁 还有来自黑道的威胁 一个毫无视力的车夫 突然拥有一辆新车 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一块肥肉 而地痞流氓眼里是没有法律的 很多车夫前脚拿到了新车 后脚就遭到抢劫 求告无门 官府对这样的事情完全不会插手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车夫不得不继续依附于车行老板 这样才能保证 自己手里至少还有一辆能赚钱的车 而来自雇主的压迫 同样也是致命的 人们对于民国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公子小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民国很多上层人士的眼里 像车夫这种群体是根本不能当作人的 所以 他们对车夫呼来喝去 任意打骂 有些车夫虽然找到了雇主 但是反而比从前更加忙碌 甚至要从凌晨忙到半夜 不断地为主人迎来送往 但是 这样辛苦的工作 他们拿到的工资却依旧少得可怜 甚至 有些雇主家中提供的条件只是包吃包住 并不给工资 然而 就这样一个现代人看起来十分糟糕的工作机会 车夫们还是强迫了头 因为 至少跟着雇主 有一个保障 能够稳定地拉车 不至于住在贫民窟里 每天饥寒交迫 随时有可能暴毙街头 我们如今看不上的选择 对于这些车夫来说 却已经是天堂了 很多年轻的农民 刚刚成为一个车夫的时候 还是怀揣希望的 但他们很快就会认清 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最残酷的社会 他们所有上升的通道都被堵死 一辈子都只能和身后的洋车绑定在一起 所以堕落成为了最常见的事情 很多车夫不出三五年 便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 街头的车夫 各个都是酒鬼 烟鬼 有人甚至染上了一身的传染病 但是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 对这些事情都是毫不在意的 对于车夫们来说 今朝有酒今朝醉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 对人体的侵害可想而知 很多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车夫 腿部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疾病 成为了瘸子 而成为了瘸子 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拉车 于是他们只能转行 可是他们又哪里有什么工作可做 因此 只能去干违法犯罪的勾当 北平城里许多小偷强盗 其实最开始都是车夫 当年的北平城里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车夫与其他人的区别 因为老车夫往往表现的几倍勾楼 双目无神 行销鼓励 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是赌场 酒场 每个人的身上都背着一大笔的债 他们的办法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用一笔高利贷去偿还另一笔高利贷 他们的家庭往往已经分崩离析 只剩下他们孤身一人 他们能够倾诉的对象 也只有和自己同阶层的其他车夫 但车夫群体之中也有小团体 老的欺负新的 精壮的欺负体弱的 有些车夫为了寻找靠山 便也加入了帮派 一边做车夫 一边做黑社会的打手 这样悲惨的情况 民国的上流社会并不是看不见 但是 他们把这些原因归咎为车夫自己 当时 民国上层官员有很多人都觉得 应该废除人力车夫 但他们却并不是从车夫群体的角度出发 相反 他们认为 北平城大量的人力车夫 素质极差 既脏又乱 严重地损害了国民的形象 所以应该废止 还有人认为 车夫会传播传染病 更有人说 这些车夫阻挠了文明的发展 另外 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 公交车 私家车都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也就意味着 车夫迟早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论调 车夫们当然是接触不到的 毕竟他们连字都是不全 但他们很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城市内大量增长的汽车 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 没有人想过这些车夫失业之后 要何去何从 于是 车夫们只能用自己的办法来反抗 1926年 广州发生一起恶性案件 一批人力车夫有组织的集结起来 砸毁了一辆公共汽车 造成了人员伤亡 这件事情 一下子震惊了全社会 当时 人们普遍认为 废除车夫是势在必行的 但是 也有一批思想比较先进的学者认为 废除车夫是必要的 但是 保障这些车夫们 未来的生活也是很有必要的 胡适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 眼看那些圆炉方指的同胞 奴起筋肉 弯着背脊梁 流着血汗 替我们做牛做马 托我们行远登高 为的是要挣几十个童子 去活命养家 此时 人们终于注意到 车夫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 然而 胡适的建议也只停留在表面 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 让这些车夫在汽车时代来临之后 继续生存下去 而民国拉车人的消失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有些突然的过程 城市发展的越快 人力车的数量就越少 但是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拉车人 究竟去了哪里 他们是时代的产物 最后也随着旧时代的离去 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今天的人们对拉车人这三个字已经十分陌生 这个职业存在的时间实在过于短暂 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实在太少 如果没有《骆驼翔子》这样著名的小说去记录 也许在人们的头脑中 人力车夫永远都只是民国电视剧里的背景版 但是 拉车人这个在历史上存在感并不强的群体 却恰恰是人们最该记住的人 诚然 他们并没有做出过很大的历史贡献 也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故事可以去讲述 然而 相比于一乡并影 十里扬场的民国幻影 他们所代表的 却恰恰才是最真实的民国 那个时代 并没有什么令人向往的浪漫故事 绝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行走在北平街头 一个无力生存的普通人 参考资料 严昌宏 马路上的对抗 韩福东 民国人力车夫的痛语伤 老舍 骆驼翔子后继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